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猛者荣料》中有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组织 它就是鹰眼护卫队,相信很多玩家都加入过 本来以为能够伸张正义,进化游戏体验 却没想到在正义的定义上产生了偏差 加入后遇到的糟心事反而更多了 比如有这么一个裁决案例 主角是红色方后裔,举报人是红方东皇太一 开局东皇没有跟着后裔 后裔声四季后准备支援中路,结果被阿克切了 接着第二次又被蟑螂抓死 队伍也就陷入了逆风 后裔则被打成了零杠七 可以说东皇没有尽到一个辅助的责任 于是网友认为后裔数据是难看了点 但出装和游戏态度没问题 一方面是被针对的太惨 第二也确实是被辅助放羊了 被针对击杀在所难免 所以判了后裔无违规 但是却和其他人的意见产生了冲突 最终自己的裁决结果错了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哪怕是护卫队员也存在很严重的分歧 其实说白了还是加入阴远护卫队的标准太低 导致不少牛鬼蛇神夹杂其中 很多人根本不看视频过程和战绩 只是瞄一眼聊天记录 纯当的笑话看就轻易地给出了选择 我们虽然不能抢求队员的意见和看法完全一致 但至少要保证认真的态度 否则连最后的游戏底线都没有了 那游戏环境可能会彻底崩坏 也希望官方能够稍微提升一下入队标准 全民兵队真的不是什么好事 小伙伴们在护卫队有过一件分歧吗